Hello,大家好,我是李志作 这期课我们要学习五月天的好好 这首歌的曲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下载得到 然后今天我用到的情能是来自Kai的雪山优克里里 也可以在淘宝里面搜索,喵了歌艺,购买同款 购买同款会赠送一对一的教学服务哦 好,我们正式来进入今天的教学 好了,这个是四四拍的曲子 所以我们把它平均分成八等份 1,2,3,4,5,6,7,8 好了,第一个小节 降臂和弦呢,我们要观察上前后的一些手指头的变化 虽然我们要按住降臂和弦是这么去按 但是我们这边发现等会第一拍的后半拍要弹一个一弦的空弦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这么去按一弦可以流出来 然后呢,这个小指可以弹这个一弦的三平 因为我们等我放掉它就是一弦的空弦 所以我们手势应该是这样子 那右手要怎么去弹呢 右手你可以像这个纵牌有这么多的数字的时候 你可以爬音 你也可以同时弹起来 两种方式 看你习惯用哪一种都可以 它的效果都是差不多的 好,所以我们这边的一的时候 同时弹起来或者是用这个爬音都可以 二的时候是小指放掉它一弦的空弦 三的时候小指摁在二弦的三平 二弦的一平 一弦的三平 一弦的空弦 二弦三平 一弦空弦 合起来就是 第一小节盘成 第二小节其实你可以发现 只有一的时候不同 因为后面的旋律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你可以用中指摁这个四弦的二平 你可以用其他手指都是可以的 还是根据个人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习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再接下来呢 DM和弦也是一样的 好,那这边呢 其实是做了一个减法 本来DM和弦是这么去摁对不对 要 好,为了降低一点点的难度呢 就把四弦给去了 所以只要这么去弹就好了 对,下一个小节F和弦 F和弦本来是要这么去摁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要加一个中指 摁在这个二弦的三平 因为我们等我放掉 还要弹这个二弦的一弦 所以一二三四 好了,弹到这里时候呢 后面有一个00跟1234怎么办 我不要推荐大家同时弹起来 好,然后这个一跟二呢 它有一个滑音 那怎么去做到呢 你看这边的处理就是 合起来就会比较连贯一点 那如果你不需要这个滑音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 对,它只要把这个旋律弹出来就行了 那有个滑音会比较 感觉比较柔美一点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主歌的部分 F和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下一个角节 一的时候是只弹一个对不对 二的时候这边是因为是十六分音符 所以我们喊二的 嘴巴里面喊二的时候呢 要平均弹出 这两个音来就可以了 拍子就会对的 好,三的时候因为阎音嘛 三的时候又不弹 四的时候弹 一弦 五六七八都是这个M和弦 所以和弦 是吧 然后再下来 一二三四五六 好了,这个F和弦有两个三的时候呢 要注意你中指来 按这个会比较顺一些 所以这里是 好,这边的拍子呢 有没有有负点 其实你不用把它想象的很复杂 你可以打拍子就是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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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大 大大大空大 就可以了 是吧 还蛮简单的 反正如果你对这首歌的旋律比较熟的话 你可以完完全全跟着那个旋律走 就可以了 拍子基本上错不了多少 然后再下来GM7和弦 是吧 然后这边有个十六分音符要准确的打出来呢 整个的拍子是 大大大空大大 空大大大 你看所有的空你都可以不用弹 我们只喊到大的时候才弹出里面的音符 你看 大大大空大大 空大大大 好,我们接着往下走 然后这边CM呢 你可以整个十指横按住这个三频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下一个D和弦也是要横按所有的二频 然后就没有 左手就不用动了 对不对 好,这个D和弦你整体的往后移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等会要用到这些二频的旋律 所以 好,这五频的话要用小数来按 好,然后又有个二频 所以和弦就是 是吧,这样才来得及 好,再下来 好,这边也同样的抬完一些的一频中后又有一个空弦 所以这边最好你的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我们等会 十指要抬起来 这样才来得及 好,台湾这个空弦又有一个一一频 所以你要反复两次 然后三频 好,然后这边 要 五六五 要移上来 好,为了掩盖中间的这个断奏呢 我会比较推荐大家 按完这个一弦的三频的时候 我们可以 稍微的滑一下 你看,有个 会让听的人觉得我们没有断奏 其实实际上它已经有点断了 对 然后又是一个空大大大 就这样一个节奏 刚才那一小节你有练吗 我们继续来强化它 后面还有空大大大大 空大大大大 也是一样的 空大大大 是吧 空大大大 然后下一个小节 你要弹完这个七频的时候 要保持这样一个手术 放掉之后 立马接到这个 五五 五五八了 刚才我们在这下面 弹到了七频 然后呢 再上来 八频 合起来就是 好,又回去 好,一样的 这边的五频要摁住挺久的 其实 好了 弹完这里 再下一个空大大大就简单了 因为 因为你手就可以放掉了 空大大大 就是只有这个 对不对 就简单很多了 好,然后 GM7 然后再接下来就第二段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们稍微快一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 好,这里跟之前的有点点的不太一样 它变原来是八分音符 大大大大 那现在是大大大空大 所以要知道一下 好,后面都是一样的了 好,一样的空大大大,对不对 再次出现了 然后一样的 这下节的拍子我们要先念一下 它是大空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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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弹到这里的时候呢 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你等会要用食指来横按整个的食品 然后 好,然后就到副个部分了 一二控 是吧 然后后面就是副个部分 副个部分前面还是挺简单的 好,这边有个H 你可以不做H 不做H,它就是 好,是吧 如果加一个G弦的话就会好听很多 是吧 先弹响这个E弦的空弦 然后再G这个E品 先弹响再G 合起来就是 好,这边DM和弦也是 这边有一个负点的话 最后一个三弦的空弦是 就是你要感觉要弹下一个音的时候 你顺带把这个弹出来就可以了 合起来 好,就下一个小节 好,这边的拍子我们先读一下 一直都有一个空大空大 所以刚才前面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学会那个空大大大 空大大大的那个节奏了 要不然的话后面也是会比较困难一些 对吧 大大大空大 大大大 大大空大 好,慢点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接下来 GM7呢也是一样的 好,放掉食指 然后 三品 合起来就是这样子 好,空大大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慢慢的去见弱了 然后最后一个 爬到F 这首歌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了 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呢 可以在留言里面告诉我 那如果你已经掌握了呢 也欢迎添加我们的话题 一起谈优客里里 参与互动 我不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